酒駕二席是不是真的很難改啊 高雄的這位先生也是離譜 他呢 日前喝完了酒 騙了多少次 被逃給處理 結果呢 路上被警方給逮捕還移送 好了 隔天交保讓他出來了 他馬上去秉玉姐姐又來喝酒 說慶祝啦 好了 喝完酒又騎車再被逮 連續兩天耶 老婆呢 趕到了警察局 氣得破口大罵他死性難改 這名戴著銀色安全帽的男子 喝得滿臉通紅 警方一靠近就聞到他身上 濃濃的酒味 連兩天酒駕被戴 男子表情尷尬 不斷地向警方求情 你喝幾罐 這罐而已 這罐而已 罐有這罐 所以罐有這罐 罐有這罐 原來38歲的張姓男子 日前酒後騎機車 行徑剛好是鳳山區的全德街 因為衛大安全帽被警方攔插 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沒想要隔天交保後 他又找朋友喝酒慶祝 結果在同一個路口 又遇到警方盤查 酒測值高達0.72毫克 當場被帶回警局 老婆非常的生氣 因為跟他告誡說 叫你不要再喝了你 還是還是聽不下去了 他老婆非常的生氣 張姓鐵說的話就一臉茫然的話 低頭不渝 連續兩天酒駕被抓 男子的妻子得居後 趕到警局簡直氣炸了 把男子罵到連頭都不敢抬 不過誰叫他老是學不乖 交保佑酒駕 也難怪妻子會氣到破口大罵 追訊網家從五月方高雄報導 我們在旁邊的事 他們都不敢抬 他們都不敢抬 他們都不敢抬